- 哇! - 有拍到嗎? - 哇! - 沒辦法對焦了 - 嘿呀!滿滿都是羊駝啊! - 誰勾啊! - 哈囉大家我是徐波 - 在我身旁是有 - 普新羊駝女王之稱的佳馨! - 嗨大家好我是佳馨 - 他們都有名字嗎? - 有每一次都有自己的名字 - 等一下! - 這一隻誰勾就是比較親人的羊駝 - 大家看到遊客或者是工作的人 - 都會自己走過來 - 妳剛剛說牠叫誰勾嗎? - 對 因為牠的脖子這樣一點一點的 - 牠剛來的時候很顯眼 - 所以我們就叫牠三勾 - 這是瑤瑤 牠也是很親人的 - 瑤瑤 牠這樣看得到鹿 - 牠看得到嗎? - 因為其實草食類動物 - 牠們的眼睛都是長在側邊 - 牠其實看的東西是用側邊去看 - 布衣駝女王 - 對喔 布衣駝女王 - 因為台灣太熱了 - 所以我們會給牠剃毛 - 感覺是一個日系草食能工夫 - 大概在十年前我都叫牠草泥馬 - 為什麼牠叫草泥馬? - 這其實是大陸網友的一個惡稿 - 因為大陸他們的網站上面是有一個過濾軟體 - 他們會把一些髒話比較低俗的文字給免除掉 - 難說中的和諧 - 把那個詞稱作草泥馬 - 再附著一個羊駝的圖片 - 久而久之就把它轉換成一個草泥馬的代名詞 - 不小心巧合就拼在一起 - 然後牠就變成草泥馬 - 我那時候以為是牠臉長得很BG - 所以叫草泥馬 - 並不是 因為我們當初也以為是 - 可能牠吐東西出來是草泥 - 所以叫草泥馬 - 如果是吐草泥然後叫草泥馬 - 我覺得也很合理 - 也是蠻合理的 - 幹嘛要吐草泥是嗎? - 牠們兩個比較不合 - 牠們有幾種? - 主要分為兩種 - 一個是蘇利羊駝 - 一個是華卡鴦羊駝 - 差別是在於蘇利羊駝 - 牠是那種毛很長 - 垂到地板上很像月客俠狗狗那樣 - 比較柔軟一點 - 牠是做那種比較高級的羊駝織品 - 只有我覺得像高級的拖把嗎? - 那我們這種是? - 我們的是華卡鴦羊駝 - 牠就是毛比較短 - 體型也會稍微小一點 - 比較輕人 他們的原產一定是在南美洲的安地斯沙脈上面 大概海拔3000公尺左右 它叫做羊駝 那它到底是羊還是駝呢? 它是駱駝科的 它跟駱駝的血源關係比較近一點 羊的話它是反除動物 它有四個胃 駱駝科的話稱作違反除動物 因為它只有三個胃 這麼一看它臉長得非常像駱駝 尤其那個嘴巴的地方 壽命 15到20年左右 羊駝的特徵 就是它們的嘴巴是吐唇 吐唇的心臟 對 很可愛 再來就是它們有一身很膨很膨的毛髮 跟羊毛比呢? 那個綿羊毛裡面會有一個叫綿羊油的成分 那有些人會覺得說 怎麼綿羊做成的衣服啊 還是圍巾可能會有點刺刺的 那個其實是綿羊油對皮膚有一點的刺激性 喔 羊塗的毛它其實不會有這個反應 質地很好 在很多時尚界都是那種很高級的防止品 喔 時尚界 但是因為我們牧場是沒有當作防止用啊 所以我們才會任它打滾 現在這個顏色已經是滾過 要不然它們原本是白色的 喔 真的喔 對 你看它這邊掀開來都是白的 原本是白的喔 對 它是在我們土這邊滾完一圈的 那這隻原本是白的喔 這隻原本就是這個顏色 好 原本是打白色 我想說這隻滾的特別好 聽說裡面是白色的 怎麼在裡面呢 外面是沾到黑糖的 裡面比較很清新的 裡面很柔軟耶 那個就是我在講的打滾 它們其實放出來都會打滾 那還有一個比較可愛 但是我們很少聽到 它的叫聲是柔的翁翁聲 翁翁聲 文字敘述是講翁翁聲啦 但是它們的叫法就是很像 人類在撒嬌的那個 那個聲音 很可愛 為了廣大的觀眾 NN片段決定重播三遍 看別這樣拖出去也想出去的叫聲 然後眼睛的部分 會像一般的山羊一樣 就是會這樣有點方形的 方形的 黑眼球的部分是一隻腳撞的 對 然後像它是微反蜀動物 牠們的特徵就是 他們其實是沒有上門牙的 有槍 不高興 來來來來 給我看一下 那個舌頭嗎 不是 那個就是牠的牙齦 喔 牛也沒有 羊也沒有 只要反蜀 微反蜀 都是沒有上門牙的 給我看一下 OK OK 好技術 長得好像黑黑的舌頭 牠好乖喔 謝謝 對啊 牠的腳趾就是兩隻腳趾頭 這樣撐著地板 那有時候牠指甲也會有太長的問題 那我們也會幫牠去做剪指甲的動作 喔 對 讓牠可以走路的時候比較健康一點 哇 這個要用什麼剪 這個感覺很硬 有專門的體檢 上廁所 然後跟 那你在上廁所 再大便 再大便 這羊圖牠有個特徵是 牠上廁所喜歡在固定的地方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一邊就是牠們的廁所 然後旁邊的草地就非常的乾淨 這三個都是大便嗎 對 正常來講 都會像這樣一顆一顆的顆粒狀 那如果說今天牠們的大便 變成這個樣子 聚平成一團的時候 是不是最近吃壞肚子啊 最近身體不舒服什麼的 那如果像曾經這種 連顆粒狀都沒有的話 我們就會去找說 這一隻是哪一隻羊駝 然後會先這樣 把它隔離做一下健康檢查 牠們的天敵 在原產地的天敵 主要就是美洲獅典 那另外一個就是 所有動物的天敵人類 對不起 對不起 草泥馬武器 惡名糟糟的武器就是吐口水 但實際上它是把它 胃裡面的東西給 反除出來 然後再吐過去 其實是含有胃酸跟草酸 是非常的臭的 所以是生化武器的概念 草泥泡 對不對 哪一隻就會吐 這一隻 牠叫機關槍 從名字就可以看出來 為什麼 牠們吐的時候 會有預備動作嗎 譬如說上躺啊 或者是什麼之類的 喉嚨的深處 會有一個喉嚨喉嚨 嘴巴會微微的張開 就要趕快跑了 是不是 對 還有第二個武器 踢人的殺傷動物 我剛才被踢完 我現在這邊是腫壞 放在裡面 身體去檢查的時候 我就被踢了 牠是像馬那樣子 其實草池動物都是往後踢 差別在於說 被馬被牛踢大概就去了 下輩子再見了 像我們的羊駝往後踢 感覺很像是被人 很大力的打了一拳 很痛 但其實沒什麼殺傷性 但是我還是不喜歡 交配有什麼比較特別的過程嗎 交配的時候呢 公羊駝會靠近牠 發出一個聲音 很像摩托車在發引擎的那個聲音 什麼 最近 牠那個聲音在誘導牡羊駝 做出排卵的動作 那如果牡羊駝 牠已經懷孕的話 公羊駝看到妹子 然後就會很興奮的跑過來 然後這個時候 牠就會見證到說 我們的牡羊駝真的是小雜肉 怎樣的小雜肉 我們有錄到一段 公羊駝遇到一次懷孕牡羊駝的畫面 接下來先聽加薪講解 懷孕牡羊駝普遍的反應 剛開始會比較矜持一點 跑的時候 不要啦 公羊駝就會在後面追 但是因為人家懷孕了 脾氣有點不好 然後牠就會開始瘋狂的吐 買公羊駝 牡羊駝會吐的整個空間 都是綠綠的煙霧 一隻落單的公羊駝 奔向牡羊駝 牠會被牡羊駝吐口水嗎 這是牠願意的意思嗎 這是牠願意的意思嗎 不會啊 因為牠是在牠願意的意思嗎 牠沒有吐到 牠沒有吐到 應該是沒有進去喔 尾巴是擋著 大家一起 因為以野外來講的話 一個群體裡面只會有一隻公羊駝 公羊駝它主要就是會照顧整個群體 但牠不會像牡羊駝一樣會特別的照顧小朋友 所以牠們算是一步多棄 對 那如果有別的公羊駝出現 想要爭奪交配權 牠們會把對方蛋蛋咬下來當作目標 就是把你淹了 牠們這些妹子都是我的 喔就是一個皇帝旁邊只能有太監 對 在我們牧場是不允許有這種情況發生 我們會把男生跟女生分開一樣 問個問題 被淹掉的那隻會跟著那些 還是會 因為羊駝它是群體動物 牠一定會跟著一個族群走 對 然後牠被淹掉就只能安心的當個太監 看了一堆母羊駝 現在要來找公羊駝啦 那我們的公羊駝其實用外表來看的話 就會發現牠其實跟我羊駝一點差別都沒有 尤其是這個水彎彎的大眼睛 我們都會以為牠是牠的女生 我們可以從牠的屁屁正後方 就可以看出牠是男生唷 現在呢我們來體驗一下 什麼叫趕羊駝 好那我們要發出什麼聲音 不用 嗯嗯嗯 這樣就可以拍拍手 你只要走在牠後面呢 牠就會自己往外走 走囉 YAHO 走囉 喔喔喔 喔 哇 哇哇超強的耶 走太快了吧 羊駝吃什麼 主要是有兩種 這個就是我們當作主食吃的 牠叫做擺木打 那這個我們是會作為羊駝的主食 多一點的 這比較營養 對比較營養一點 我現在手上呢拿的是 羊駝的飼料 木树莉 像我許博身金本 要怎麼替牠們健康檢查呢 第一個步驟 就是要把牠們做保定 保護固定 只要牠脖子被我們勾住 牠就不會動了 溫柔的鎖 搭 這樣就可以了 好好好 居然就這樣子 抱住牠 對不要太用力 喔 牠就不動了耶 眼睛的部分 就會把牠的眼皮翻下來看 牠的顏色比較健康的粉紅色 那就代表牠身體非常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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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好嗎 不是空包蛋 牠是範圍在這邊 長大 你怎麼這樣會壞 我現在不太能講話了 一講話之後那個味道就會 其實這個還沒有到最臭 牠剛好吃早餐 那如果是在胃裡面 大概更久 發酵更久的話 那個味道會更濃 釀的不夠沉就對了 對不夠沉 我可以跟你保證牠是純天然無添加 百分之百都是木草跟味藝 將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囉 非常感謝我們浦溪牧場 以及我們的羊托女王嘉欣 謝謝 那也歡迎大家有空來浦溪牧場 來看我們可愛的水狗跟瑤瑤喔 那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想我全金擺在那種草泥泡 大家對我來說應該不算什麼 你已經習慣了是不是 我已經嗅覺麻痺了 回去丟了 沒有 哈哈哈哈 丟了 然後你乾脆說 我們現在拍賣 有沒有 羊婆味 風客人 下留言 羊婆原味T恤